大家好我是小刚 小刚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Grand Seco的心得 小刚真的玩了这支表之后呢 有看小刚之前分享过的 Grand Seco的Diver潜水表 甚至到小刚有拍今天这支影片 SBGA211 这个雪花飘Snowflake 可以说是在这个Grand Seco当中 最热门的一个表款 小刚玩了之后真的是 可以讲小刚真的很讨厌Grand Seco 小刚真的是想给插屏 为什么这样说呢 那Diver潜水表值不值得入手 值不值得推荐 值不值得把玩呢 小刚今天就用自己的心得 拥有了玩过的这两个表款 Grand Seco 一段时间的这个心得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小刚那么讨厌Grand Seco 那要讲到这个灌篮师 GX Grand Seco 值得入手吗 Grand Seco的腕表到底怎么样 小刚就拿这支SBGA211 Snowflake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做个影片 先讲一讲 这表少东西 东西少 不要买 为什么这样讲 小刚用轻声的遭遇 告诉大家 少什么东西 这表少误差 却少误差 人家其他机械表 都有误差 就你这表没有 那你给一点误差 就那么难吗 一天下来 那个误差一秒都不到 你还好意思讲 你自己是机械表 最关键是 你拨多了我对这个调表 完表调时间的这个乐趣 到底你的 有什么目的 这个表冠都不用去用 这个功能是不是浪费了 这个表买来做么 还有小刚想讲 从表盘到表刻 从刻度到指针 从表袋到表扣 这个设计是如此的毒 中毒的毒 我想问一下 金工们这些设计师 你们到底想怎样 是不是想让我们拥有了 这个Grand Circle 之后 然后对其他表 完全不感兴趣 你这险恶 这邪恶的用心 真的是到了 令人发指的地步 可恶 再来最后小刚想讲 最恶劣的就是 那个走失一般 顺滑的这个秒针 让人看了着迷 根本不能自拔 越看越想看 浪费了我很多时间 而且容易上瘾 接都接不掉 简直就是少而不易 因此 小刚在这边 必须给这位大载 Spring Drive 机型的这个 SBGA 211 Snowflake 所谓的机械表 五星插屏 你们自己去想一下 这个就是今天小刚 对这个Grand Circle 的一些心得 那朋友们懂得都懂 小刚想讲什么 对吧 留言在下方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 拜拜